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来看商业资讯 金马轮高原向来宁静悠闲的气氛 看来将会改变了 在房地产发展商 林牧生集团有限公司的计划下 金马轮将在三年内 迎来当地的第一家购物中心 林牧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得得税林福山表示 金马轮高原的第一家购物中心 将与普通商场不一样 计划以露天或是节能概念打造 这家购物中心将设在 金马轮的碧兰璋地区 该公司在碧兰璋地区 会发展一项27亿令吉的 房地产综合项目 除了购物广场之外 还会兴建店铺和公寓